我那一篇在粉專上的小文章 就是早上醒來的時候得到還蠻多的迴響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大家對於黑神話蜈蚣都很陸戲 包括我本人 為什麼會讓大家這麼陸戲呢 首先我先講一下這個小文章 因為我自己也是反覆看了動畫幾次 然後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一支是翻唱不聽這首歌的 所以他的動畫其實我看了還蠻多次的 因為我只想要知道八戒心裡到底有沒有蜘蛛額 看了動畫之後是知道它的確是有蜘蛛額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是認為齁 一剛開始在看動畫以及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說八戒他這個人色 因為他還不是豬八戒還不是豬的時候 是真的長得超級帥的 風度翩翩 所以他要什麼樣的仙女一定都會有的 然後再者 大家看了動畫也會知道 他其實心心念念的是那個長蛾 就是那個有兔子耳朵的那一位 全身白的那一位 他心心念念的是他也因為這隻長蛾 而扁到板間去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動畫裡面已經有帶到這個意念在了 他就會想說他是不是對蜘蛛額是沒有愛的 可能愛的還是長蛾 但我看了動畫反覆幾遍了之後 我發現不是 他是真的愛 他是真的愛蜘蛛額 那就怪啦 他那麼愛蜘蛛額的話 為什麼不大膽不勇敢去愛呢 兩個人這樣糾纏九世了 一個變成由豬八戒變成天蓬大的五帥 一個從仙女變成蜘蛛精 兩個人也因此而錯過了 我就很好奇 所以就寫了這一篇 對啊 我也覺得八戒是還蠻怪的 心中明明是有蜘蛛額 但卻一再一再的放手 可是在我的人生的際遇之中 的確有遇過像這樣的人 就說明明是相愛 明明愛對方 但是也千方百計的 想要逃離對方 很怪 這是還蠻特別的事情 那我的解讀會不會是愛得不夠深呢 那另外的話 我拿豬八戒和牛魔王做一個類比 當然我知道 當然我知道 牛魔王在黑神話悟空的這個遊戲之中 其實也是還蠻慘的 不得一個好下場 但是我覺得 紫珠和他已經大膽認愛了 這個久世的痴痴的期盼 那豬八戒你也好歹勇敢這麼一次吧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啦 那因為我已經打到那個白眼魔君那邊了 所以那個3D的動畫我有看到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紫珠兒在那時候死掉的時候說 豬八戒很傻 很傻 其實這個傻我不認為 他也是在說八戒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是責備的意義 那個傻 他是故意長給八戒提的 因為紫珠兒心之肚明得很 那個傻其實是他自己 那個傻其實是他自己 所以你那時候看到豬八戒 他就是很難過啊 嚎啕大哭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我昨天有在翻唱霧聽這首曲子 那這首曲子的話也是 馮濟他做的詞 所以我認為 因為馮濟他是這個遊戲的 除了是遊戲科學這家公司的創辦人 那另外的話 他也是黑神話悟空這個遊戲的創作者 包括也是還蠻有才的 也是蠻有才的 對還幫這個裡面的動畫做詞做曲 我也會幹相同的事情 通常喔 通常我們是這樣 通常是我們對於這個作品有很多的情感 投射進去 然後也覺得可以讓他去發揮 變成是一個更具有故事性的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激情在這個 這個故事宇宙之中 所以馮濟還蠻屌的 我真的真的這麼認為 這個話不多說 他的這個誤聽的話 我覺得歌詞我 比較通俗啦 歌詞這個層面我暫且不討論 但我昨天在配唱 翻唱 誤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其實 多一些注意力是放在他的介紹 他的介紹 他的介紹是這麼寫的 盤詩洞七情謎本 著構權八戒 八戒忘形 愛究竟是什麼 或許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有情皆孽 孽緣的孽 有了感情都是個孽緣 有愛皆苦 你有了愛都會得到痛苦 沉淪愛遇的輪迴 無法超脫苦 那唯有斷絕情跟方得自在 取經的路上 他回過頭 回過頭 停過步 再講八戒 取經的路上 八戒回過頭 停過了步 一路跌跌撞撞 走到西方天 才知道 才明白 原來自己仍然是那個 職場的吃汗罷了 哈哈哈哈 所以 我覺得 要去了解一個作品 真的 除非啦 除非你今天有機會 能夠和他的這個 創作者 風紀 能夠聊上天 能夠把一些肚子裡 好想知道的問題 來做一個詢問 不然的話 像我們 沒有什麼機會和風紀 這個當面認識啦 或者是說 可以當面的聊一下 所以我們只能夠 從這些的 枝尾末節之中 比方說這個 他的這個介紹 他的這個介紹 其實是他的專輯介紹的文本 從專輯介紹的文本之中 我們可以 多少去揣測 多少去揣測 風紀他眼中的豬八戒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 我就講白一點啦 其實 這個 這個磐絲洞 蜘蛛基這一關 他其實就是 七情六欲的關卡 比較偏上於 愛欲的關卡 所以 八戒在這個故事之中 他其實 走了一圈 走了一圈才知道 吃腸的吃汗 吃腸的吃汗 長白一點啦 他以為他斷了 所有的這個 情慾的 情根 但走過了一圈之後 才發現並不是 所以 心中有那個愛 好 那我們就回到遊戲之中 回到遊戲之中 直接來看那個 直接來看影神圖 影神圖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八戒好了 好不好 看一下 馮姬他是如何去 設定這個豬八戒 他說豬八戒生來本性 性笨拙 心性拙 進退不得拖 進退不得移的意思 就是比較笨拙 然後 有點 該怎麼講 有時候可能會比較白目臉吧 哈哈哈哈 借空 但是難借色 隨性也隨佛 釘趙 足跡 遠 獠牙拱 因果 滾滾卓士 裡 管他笑語說 我覺得 這個介紹詞 對於八戒來講 就有它的一個矛盾性了 其實 看到這個介紹詞 它其實前面的話 每一個人物和怪物 他都會有這個 簡短的 像詩詞一般的 這個簡短的說法 我會覺得比較矛盾一點的是說 其實 假如說以這個詩詞來說的話 豬八戒更應該自在 更應該 隨著自己的性子 妄意而為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並不是在遊戲之中 好 所以 這邊我們稍微 剪短看一下 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就不倒讀了 因為還蠻長的 把我長個大概好了 它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 還是天鵬大元帥的豬八戒 他就是 那個王母娘娘他有色燕 色個燕 然後呢 天鵬大元帥在 在往這個王母娘娘 色燕的地方去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被外面的 我直話說 這個直白的說 用我們現代的說法 就被外面的那個 這個 天兵天將 相當於我們的寶拳 給攔了下來 就是說 你沒有王母娘娘寫的這個 邀請卡 所以你也沒辦法進去 但是呢 一旁 有一個 側墊 裡面有空位 就是你沒辦法去 VIP室啦 但是旁邊有一些小空位 你自己要 你假如說真要進來的話 我們也難不了你 但是呢 你到旁邊的位置去坐就對了 意思是這樣 很有趣 但是呢 天盟元帥 就是輕笑 搖頭輕笑了一下 對另一個仙兒 展露他的情體 仰手的 走的進去 其實在這一part 大家想要認真去看一下 我的解讀是說 我的解讀是說 其實天盟大元帥啊 他還蠻有本事的 還蠻吃得開的 算是一個 交際高手 他的仙界的朋友也還不錯 他長得又帥 所以 我覺得這一段 天盟搖頭輕笑 對另一位仙兒 展露了情帖 情術 昂手走了進去 這就是一個爪帥 這就是一個爪帥 然後 到了後面呢 假如說大家對於 黑神化身 黑神化悟空有再多一些的 這個研究和認識 的話 會知道 其實他在這整個故事之中 包括原作的 喜有記也是一樣 其實就是 道教和佛教有兩個勢力 分別的代表人物就是 道教的就是王母娘娘 佛教的話就是玉帝 兩股勢力在互相的這個 明爭暗動 所以 在豬八戒他這段文字之中的另外一個意涵 他其實把 天庭之間的這個 你爭我獨 甚至 該怎麼說 他 他其實把這些 先佛 馮祭把這些先佛 這個 設定成我們社會之中 比較高階的那些人 但是彼此也有些 而與我乍在 甚至對於下階層的人 是有一些 輕視的 輕視的 這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他這段文字是可以看得到 這樣的一個 意念是 擺在這個 文字之中 所以意思是說 王母娘娘也 也意思是說 表明意思是說 因為 這一段的話 這個南極先歐和興君 就是有一些對話在 也意思是說 王母娘娘看得很喘 以為這些小仙 小將 小仙小伯們 來到我的這個 擺宴 是為了攀陶嗎 倒也不是 其實是來 來幹嘛 拉攏關係的 所以也是在這個宴會上面 天蓬大元帥 看上了那個 全身擺的仙俄 這個長俄 重疑 但疑重長而舞弊 天蓬醒了醒神 準備上去給王母敬酒 隊伍太長了 他引路 巡道對尾 竟已經走到宮門之外 在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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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同場加印的就是孫悟空 但是在這個仙桃宴上面呢 在馮濟的描述之中 其實八戒和悟空 是沒有正式的遭會唸過的 但是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他尋身往往去 剛剛講到嗎 竟然已經走到宮門外 他要去和王母那娘進酒 但是 隊伍太長了 非常的長 然後他一路這樣子 走到 這個 隊伍的尾巴 因為太長了之後呢 就到了這個宮門之外 這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在大聲呼喚 斜 斜 這個斜是誰的斜 是 孫悟空的斜 他尋身往去 就見兩個先例 扶著個 喝歪了的猴子 沖沖而過 所以有看到猴子 有看到孫悟空 但是可能就是 沖沖一眼而已 所以在這個 縫濟版本的黑神話悟空之中 在仙桃宴那一段 他們兩個有召回面過 這時候天蓬 大元帥他心裡想 我何時才能像他這一般 大罪異常 所以 這個也凸顯到 朱巴劍的這個人設 我覺得他有他的矛盾面 他有他的矛盾面 也有他的自律 也有他的自律 所以他其實是某一個 心裡層面他是會 羨慕 羨慕孫悟空可以那麼做自己的 但朱巴劍他這個人設 天蓬大元帥這個人設的話 我剛剛有解釋過 他其實更應該 也更能夠 去做他自己 但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 他自己的矛盾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隱神圖之中 他不是人物 而是頭目的子豬 哈哈哈哈 是妖王的子豬兒 好 我們一樣把他展開 嗯 曾駕雲 車上高台 經濟優秀 隱山矮 小喬風月 摧瘦骨 春來駕衣又新彩 好 這是在講子豬兒 他這一段齁 他這一段其實 對於子豬兒的描述的話 我覺得應該比較多一點 是西遊記裡面的一些 和八戒爾相遇的經過的描述 哦 對 所以 也包括就是說 為什麼會生了 一個 一個蜘蛛 一隻 另外一隻是 Pig 豬 哈哈 這兩個 能夠生小孩 在這邊的話 有稍微的 這個 比較 比較 隱晦的 但是看著看著懂 到底發生什麼事 呵呵呵呵 所以為什麼動畫裡面 變成年齡精 這個西遊記裡面 也是有帶到這一段 所以 這邊的話 我覺得 可以去做 研究了解的 其實 應該也是在他的詩詞這一段 小喬風月 摧瘦乳 春來駕衣又新彩 子豬兒 他一直有一個代嫁女兒心 呵呵呵 所以他一直 想把他自己給嫁掉啦 哪怕他已經年華老去 他還是 等著他的那一位 乳翼郎君 豬八戒 哦 一直等一直等 唉 所以 嗯 我這邊要下一個重點 其實 我剛剛有講過 我昨天寫的那一篇文章 得到了一些 相對的回應 然後 我看了一下 有些網友的意見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給我一些新的想法 因為我也不可能 什麼事情都了解嘛 所以 有一些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很不錯 謝謝各位 只要是良善的 有建設性的 我都很感謝大家 然後 這邊有談到的 就是說 牛魔王 因為是我挑起的嘛 對 牛魔王和豬八戒之間 他們兩者之間 對於愛情的看法 那牛魔王是這樣子啊 牛魔王他其實和孫悟空關係很好 但是 呃 孫悟空 被壓在這個 呃 吳子山之下 甚至 很多的過程 喔 牛魔王身為 魔戒的 這個大哥 喔 孫悟空的大哥 喔 他完全沒有去 完全沒有去 照顧 甚至完全沒有去幫孫悟空 這有點說不過去 然後他就是隱性埋名了嘛 喔 這個 牛魔王 呵呵呵呵呵 那我之前也有寫文章說 為什麼會這樣喔 其實就是怕天庭的追殺 喔 因此 他就把自己的氣焰壓到最低 不要 不要讓天庭 注意到他 喔 其實 我們又要講喔 其實 黑神話悟空喔 這個作品的話 他有點像 反烏托邦的作品 應該是說 他就是反烏托邦的作品 因為他把天庭 不論是天上的佛啦 天上的道教啦 這些佛仙啊 都把他設定成是一個 很極權社會 然後很高階的 又有那麼一點江湖味道 就是你要脫離我的 這個團隊 不行 無論你用什麼方式要脫離都不行 你只要一脫離我就 這個追殺你到底 哈哈 把天庭設定成是這樣的一個 該怎麼講 集團啊 對對對 所以 天庭的這個天上的世界 看起來又很唯美嘛 竟然有序 但是呢 仔細想想 他就是一個烏托邦的境界喔 烏托邦是多麼可怕 我這樣講比較快啦 這個 希臘的這些哲人們喔 對於烏托邦的想像 我印象中應該是蘇格拉底吧 蘇格拉底他對烏托邦的想像 比較活在自己的象牙塔世界之中 因為他覺得烏托邦它就是一個最完美的世界吧 然後那樣的世界都井然有序 因為每個人從生下來 是沒辦法選擇 你要做什麼的 就說 在那樣的一個社會體系之下 你生下來 你只要說是 生下來是水電工 你就一輩子是水電工 你只要生下來是 這個 科學家 你就一輩子都是科學家 而且是世襲的 世襲的制度 聽下來 有沒有覺得有點詭異 因為會和我們現在所認知的這個國家 世界之中有個國家很像 這個國家就是印度 所以 希臘哲人他們眼中的烏托邦看似美好 但是執行下去呢 真正深化下去呢 我譬如要講那是一個很可怕的世界 那就是印度 那就是蘇格拉底 因為 因為這樣講好了 只要說你今天不是水電工的料 你不是水電工的料 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 你在那個世界之中 你就必須變成這樣 所以 烏托邦就是這樣子嘛 他看起來那個樣子是很完美的 但是他不能夠讓每個人隨心所欲 你想要做什麼就要做 就能做什麼 因此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希臘者對於 烏托邦他們覺得很完美的一個看法 但是整個真正執行下來的話 會是災難一場 而且這個災難的話會是雷生雷世的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 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說 欸 牛魔王 他這個隱姓埋名 他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怕被天庭的追殺 然後再來 因為 牛魔王 他雖然 得到他的愛 他有自己的家庭 有紅孩兒啊 還有自己的小狐狸啊 甚至還有自己的妾 鐵山公主還不夠 還要有一個自己的小狐狸 當自己的妾 其實這個家庭組織的話 我覺得對於牛魔王來講 算是還蠻圓滿了 還蠻圓滿了 但是呢 他依然逃不過天庭的追殺 那因此有網友就跟我講 就是說 嗯 豬八戒是聰明的 豬八戒是聰明的 所以 他不想連累到蜘蛛兒 因此 就算愛蜘蛛兒 但是他也不敢大膽的 表露出來 因為怕 蟲到覆測 從誰的到覆測呢 就是從牛魔王當 牛魔王的這個蟲到覆測 變成牛魔王的下場 那豬八戒不想這麼做啦 所以他必須把自己的內心 對於蜘蛛兒的愛 以及對於這個感情的 這個深刻的 內心有很多的想法 他無法變成行動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也是算說得過去 也是算說得過去 對 但是 我只能說啦 因為我們不是作者 對 但是 單純從一個玩家 然後對於這個故事有所了解的我來說 我會覺得齁 我會覺得齁 我希望 呃 黑神話悟空齁 他假如說真的出了DLC 然後也 能夠再帶到 子豬兒和八戒的故事的話 我希望齁給他們一個 HAPPY ENDING吧 對 就是 豬八戒也要 放手大膽的去愛那麼一回 嗯 子豬兒都已經跟你 這樣子 糾纏了九個世了 對啊 那 你為什麼連儀式 連儀式喔 連儀式都 不捨得 都不捨得給子豬兒呢 我覺得這個有點 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 對 所以 嗯 也很感謝網友們啊 也很感謝網友有給我這樣的一個說法 讓我能夠 欸 也再回去再想一下這整件事情 對 所以 在感情的路上 各位想要成為豬八戒呢 還是要成為牛魔王呢 這個可以大家自己的 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那這個 今天這一集的話 和大家先聊就聊到這裡